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灣加油!香港加油! 由台灣學生策動的反對兩岸服務貿易協定運動 持續了一個星期之後,今日又再掀起高潮 在香港由台灣學生組成的守護台灣青年陣線下午發起遊行 抗議台灣立法院早前通過和中國簽訂兩岸服務貿易協定 和抗議總統馬英九仍未能回應學生訴求 同時亦響應旅居海外的台灣留學生聯合策動的捍衛民主 3月30日海外台灣人站出來行動 我們必須捍衛民主,追求自由 然後主要是希望國際的聲音可以引起政府開始正式民意 然後去回應太陽化學運,正式的回應它,然後不要逃避 對於香港泛民主派正在透過絕食和策劃佔領中環運動 來爭取雙普選,他有這樣的看法 香港不管是在各大學甚至地鐵站都有很多深遠的活動 包括簽名連署,包括拍照 那我發現香港一直在往民主自由的路上走 那我非常期待 然後如果之後有任何站中環市理性的訴求 追求民主的,我都會非常期待,非常支持 遊行隊伍在下午1點鐘左右 由銅鑼灣東角度出發 遊行到中環的遮打花園 期間雖然有親共人士和之前服務貿易協定的台灣泛藍陣營人士的挑釁 整體秩序大致良好,並沒有不愉快事件發生 他們到了中環遮打花園之後舉行集會 警方表示遊行有大約800人參加 而在天馬公園,和平佔領中環運動舉行非暴力抗爭集會 為有意參與佔領中環運動的人士進行演練 對於有人批評,台灣學生在沒什麼演練的情況下 成功佔領立法院 而香港的佔領中環運動 仍然停留在沒有震盪和演練的階段 發起人戴耀廷否認是對香港人沒有信心 我想每個人的做法不同 我們在香港的處境裏面 我們未到達那個爆發點 你可以這樣看,沒有經過演練 都可以達到一定的成果 我們能夠經過演練 我相信能夠達到成果就更加大 佔領中環運動由去年提出 到現在已經接近15個月 目前仍然未決定是否佔領中環 和確實行動一期 不過在政改諮詢即將完結之際 台灣近日的事態 會不會對香港的佔領中環運動 和賺普選運動造成影響 暫時還未知 不過他們不斷演練 會不會令一些等得不耐煩的支持者自發行動呢? 今次有沒有那麼散亂 獨立新聞傳訊記者盧紫陽 天馬南報道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您好嗎? 謝謝